一分钟带你了解本句精彩内容,震东成功混入机场,翻译官带他面见史村,一路上震东仔细查看了机场的环境。 震东来到史村的房间,史村希望震东能让自己见识下刀客的刀法,震东声明刀客的规矩是出刀见血,史村非常欣赏震东的男人气质。 震东在机场生活区割草,别的地方他无法靠近,那里有士兵把守。震东呈无人之机,在马草里下了药。 几天后,装扮成兽医的胡靖才,北日军用三轮车带进了机场,为马治病。 沉冬,我走了。 飞机是个傻玩儿。 飞机是个傻玩儿。 他突然想起问这了 我在这想了好几天了 我先把那天上的苍蝇给他弄死 咋说呢 你又来了 不是 是真说不清楚 这事你弄得了 弄得了 那行 我说不清楚 有人能说清楚 来人学机械 你问问他 行 我想要也认为是 既然会那天上的苍蝇 我说不是 我给他灭了 你要是赶上了 最好赶不上了 我也不等你 你别像上次 这回我先想上了个一百万 说啥呢 听见啥呢 摄影听得见 那你看啥呢 你能看头吗 不知 就没求啥事 但这同关我可能回不来了 有我呢 有时间多回去看看他 我这一走不知道多长时间 有个事想托付你 说吧 你答应我来说 我答应你 你应该知道 就是来云 干啥 干啥 这表表面都不变了 这时候你还说啥呢 你喜欢人家就好好待着你 别让人家受委屈 顾不上 咋了 我不把那几只苍蝇弄回来了 啥事也顾不上 再说你不在乎 再说你不在乎 一个人没意思 等你回来再说吧 咱俩生了啥 这事说到根上 还得人家杜兰云自己乐意 人家自己说了算 那行 咱俩 我走呀 那车在外面等 你也下去吧 你看你弟兄都急成啥样 我以后想事 能不能换到我 走 不用送了 给我回吧 我已经够给您的添麻烦了 我不能够给您的添麻烦了 如果您另一家人 我要给您的添麻烦了 您能够给您的添麻烦了 你不 Finans 有关快 有关快 法師机 他们自己 1945 我 我 我 你看 你 在第一名的東京的東日本 你 我 是 王 那 你 有 你 我不太興奮了 那些事情是如何? 是 司令部是新的橋本忍将尉 現在正在開幕 38軍是如何? 是 38軍已被追蹤到中城山 已逃跑 大佐はあと半月後には日本へ帰られるんですよね もうすでに軍部には伝えてあるが 私はここに残れ 同感を取り西への扉を開くまでは 这就是飞机 飞机是由机翼 尾翼 也就是你们说的翅膀 还有尾巴 以及机身 动力装置 还有操控装置 起锣架和燃油等部分 组成的飞行器 大家看 就是这些 飞机分为很多种 其中最为常见的是 民用飞机以及军用飞机 民用飞机就是用来运输人 或者是物资的 军用飞机 也就是这次 鬼子用来轰炸咱们通关的飞机 也叫轰炸机 你说这东西 有那么多个乱七八糟的东西组成 它有多大 这么说吧 它的机翼部分 大概有三十多平方米吧 也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屋子这么大 不能 怎么这么大 你前两天轰炸的时候我看见了 我还从头打了几枪呢 那比这也大不了多少 不是 那是因为飞机飞得高 对 你这东西 它沉吗 大概轻的也有三千多公斤重吧 比这房子还沉 三千多公斤 是 什么呢 这 那这就不对了 这东西像你说的那么大 又那么沉 它怎么可能飞下来 就是 你啊 你啊 这三千多公斤 这得多少个我呀 你啥时候想要炸鬼子的飞机的 很久了 自从鬼子第一次炸通关 我满带街追着看飞机那天起 这事挺难的 我知道你是想给你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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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打击你 这事你干不了 可能吧 干不了也得干 我不劝你 我不劝你 我知道你认准的事 谁也劝不了 不过这事你要是真弄成了 不但能给你娘报仇 还能帮马队长他们一个大忙 跟他们有啥关系 不过 鬼子的飞机 炸得马队长他们 在中条山都快站不住脚了 三十八军要是在中条山 站不住脚的话 那同关就真的舍不住了 这么说这飞机还真得炸 炸不成还不行啊 对了 对了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马队长他们过两天要来 干啥 找我来 那正好 我把这事跟他商量商量 他要是能帮着忙 这机会就大得多 你 跟你说个事 啥事啊 咱俩 还是 还是那些话就别说了 我都到了 你先回去吧 你还让我说了吧 你也知道我心里藏不住事 你让我说了 我就踏实了 行 你说吧 我想先把咱俩这事放吧 你知道我 自从我害死我那十二个兄弟以后 我就想报仇 我就想报仇了 这仇一天没报 我就啥事也干不进去 现在也是 小鬼都把炮炸了 加上我娘这仇 我要不把这事给办了 我还是啥心思也没有 我还是啥心思也没有 而且我也答应过万子群 答应他啥了 我跟他说 我不会在他不在的时候 你个啥词的人 成人之威吗 我也必须好的 你没有 我看你进去我再回 我都到了 你走吧 我看你进去我再回 我看你进去我再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样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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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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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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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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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我知道 师傅 师傅 好了好了好了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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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老大呢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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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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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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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喊 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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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八军 独立大队 方振东 选您经理 怎么样 都挺好的吧 挺好 就你一个来了 我大哥呢 他将去杜公那儿了 一会儿就过来 来 请无聊 走 那您给我弄碗面积了 你看 子晴这件事 要不要组织帮忙 已经汇报了 像这样的军事人才 咱们太需要了 对了 钟条山那边的情况 现在咋样了 非常之急 特别是鬼子 在进西建了机场以后 完全掌握了制空权 部队根本无法在白天行动 而且 且断了我们所有的供给通道 所以 一定要打掉这个机场 那准备工作做得咋样了 有把握吗 地道已经挖得差不多了 估计再有十天 就能挖到机场的停机坪下面 对 问题是 炸药不够啊 我明白 我这边统计了一下 日军头下的炸弹 大概有几十枚未爆 这两天我正在研究 那个炸弹的结构图 基本上已经弄明白了 明天就可以拆弹了 会不会有危险啊 应该没啥问题 好啊 震东那小子怎么样了 他呀 跟变了个人似的 长大了 也巧了 整天哪 也在那儿研究杂炸机场了 这几天天天天地缠着我 让我跟他说 飞机的结构 机场的布局呀啥的 好啊 有他们这回人帮忙 打机场 把握性就更大了 对了吗 队长 拆弹这件事情 我还不想让震东知道 你也先别告诉他们 为啥 好啊 这事可能也怪我 上次咱们把她 从山西带回来 本来 方娘是想把她 和麦香的婚事给办了的 那姑娘我见过 挺好的呀 可开始的时候啊 大家都觉得 震东为了给她那帮弟兄们 报仇 死在山西了 子清也是亲眼看她中担的 方娘知道以后就不想活了 麦香为了救方娘 就和震东办了明婚 谁知道 后来震东被你们给救了 还有这事 然后 震东知道 就死活不乐意 方娘是想让我劝一劝 谁知道 我跟着后面劝来劝去的 劝到最后 把我给劝进去了 好 震东是不是说她喜欢你啊 这小子 后来为了这事啊 还闹出了一堆事情呢 那你是咋想的 我 你说这事可能吗 这事搁别人身上不可能 可搁方震东身上 还真保不齐 这小子 死缠烂打的劲儿 我可是知道 所以拆弹这件事情 我现在还不想让震东知道 以免他再误会 会生出什么事端来 我知道 我知道该怎么说了 注意安全啊 好 我知道了 我就知道你小子会绷不住着急 可你总得等我跟杜公 把话说完吧 说 好 走吧 咱们回去聊 方医 你安心去吧 这个仇 震东 还有我们这些兄弟 会给你报的 兄弟啊 人死不能复生 凡事都要想开点 明白 这你甭劝我 就是 堵的我 这现在有块石头 我知道 你娘不会白死 所有中国人的血 不会白流 这笔账 我们迟早跟他们算 听大哥一句话 越是这个时候 越不能冲动 凡事要多动动脑子 以后遇上事了 脑子都要想想 想不出来想一百遍 这回我一定不冲动 这回我一定不冲动 你接下来有啥打算 过河 打机场 好啊 我支持 他娘的 自从鬼子在运城建了机场以后 三十八军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端掉这个机场 势在必行 不过 打机场不像打鬼子良债 困难和危险程度都要大很多 光靠勇气是远远不行的 还要讲计谋 讲方法 这伟人状 你看给我那天起 我就知道这是个假玩意儿 你知道我为什么拿他当宝贝 是在天天揣着身上吗 因为我知道有了他 我就可以拉队伍 有了这东西我就能干成我想干的事 我不敢说什么谋略我懂 但是哥你记住 我方振东想弄的事 我就有我的招 一定给他弄成 行 你小子 不愧是跑江湖当刀客的 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糊弄了我这么长时间啊 你先糊弄我 行 真行 那你给我说说 你打算咋干 这个 真不知道 跟我干咋呀 给我打下手 行 跟你干 我早就想跟你干了 上刀山下荤海 我在头儿没二话 你更别说什么打下手的 我实话跟你说吧 打鬼子机场 我们已经出话好长时间了 而且 已经行动了 你 你们都开始打了 你怎么没跟我说呀 你先别急 听我把我说完 鬼子机场 防守非常严密 不是你想打就打得了的 尤其是我们没有飞机 无法对它实施空中打击 只能靠地面部队 所以没有充分的准备 和周密的部署 别说打了 就是想靠近它都难 我们现在有一个工兵牌 正在昼夜不停地挖地道 想从地下突入机场 这点好 咋呀 一起干吧 行 干 地道一通 我带我兄弟们先进去 好 对了 你和麦祥咋样 这么好的姑娘 你总不能把人晾在那儿吗 这事你怎么知道呢 是 杜兰云跟你说 你先别管谁告诉我的 你是咋想的 我就想打机场 报仇 其他的事 我啥也没心思 你 你让我咋说你呢 好 你的事我不管 你自己看着办 我要走了 干吗那么急 鬼子要对钟条山 实施新一轮的扫大 部队可能要转移 那我跟你一起走吧 你再等几天 等我把事情处理妥当 我让杜兰云通知你 也好 那 那我要是过了河 去那儿找你 永济县城 有个永济酒楼 老板姓周 那是我们设在那儿的 一个联络点 你找到他 就找到我了 我送你 好 好 您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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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您请 您请 您不客气 您请 您请 让他进来 是 进 这是孙将军 你的事我已经知道了 属下是指 丢了中炮阵地 这个事不全怪你 好了 不啰嗦了 现在 中条山的战况岌岌可危啊 我们守卫在中条山的三十八军 已经打的是弹尽粮绝 可是 江某人已经明确表示 不再给我们增派一兵一卒 为了守住西北的门户 我们陕西的各界 已经动员了一批青年学生 马上送往中条山 我准备 让你来带领这支队伍 怎么样 愿不愿意令位授命担此重人哪 孙将军 这样做恐怕不妥吧 我知道 这样做是不妥 是草率了 可是仗已经打到这个份上 这是无奈之举呀 江姐 能够为抗战处理 我万子清万死不辞 不过 您要给我一个月的 战前训练时间 不可能 我最多 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 张副官 你马上收拾东西 从现在起 由你来担任这支 学生连的教导员 协助万连长 一同带好这支队伍 是 中国人 有这个飞行者 襲着准备的东京 不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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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事也会发生 我们不愿意 禁止 冲撞 他们 冲撞了 他们 他们 想让他们 这支队传统 这支队传统 我们 现在 我们去旁边 去旁边 是我的船 是我的船 这是我用的船 这是中城山 用的船 但是我用了一日子 一日子的船 所以我用的船 是我的船 好 快去船上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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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就要做了 这些船 都要带来带来 少佐 船上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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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是 站住 我找我姐 杜公没在 去哪儿了 一大清早就备个工具班出去了 具体去哪儿我也不太清楚 去哪儿了 有点 我想想想要 我小杰公司 去哪儿了 快去哪儿了 你 在哪儿 怎么哈 有点 快去哪儿了 哪儿 那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吵吵什么 吵吵什么 吵吵 吵吵 说 吵 吵吵吵 Neu 杜老爷 我在这儿呢 你咋来了 你干啥呢 咱们炸鸡场 不吃炸药不够吗 我拆些哑蛋 给你们收集点儿炸药 干啥 拆点哑炮 好 你有病啊 干吗呀 你疯了 你放手 你干吗 你还没拆完呢 你放开我 不要命了 你放开 你 我追逗你干吗呀 你放开我 还有炸药拿杀炸机场啊 拿杀你 你要报仇 炸药机场不是 报仇也不是你报 我报 那我咋办 我研究过了 你炸药你要小心就没事呢 你放开我 放开我 你万一呢 那万一有事呢 你死了我咋办 我咋办 我 我咋跟曼子星聊的呀 我道理都跟你说了半天了 你到底听明白没有啊 那行 你说有啥办法 我听你的 你快说呀 你快说呀 要不我拆 你教我 你当这是武刀弄枪的呀 你当这是武刀弄枪的呀 耍两下就会 la 这有啥难哪 我是教不了你 不然把你也送到德国 学两年 回来赞赞山 我看 舞蹈弄腔 领个球用啊 这道理你不也听得明白吗 你放心 我一定会小心的 注意安全 保证啊 不会有任何问题 万连长 我们有问题要问您 来 坐下 我知道你们想问啥 我不带你们进行军事训练 不是对你们有意见 更不是对你们有看法 连长 我们是年轻 是身体素质差 可是我们不怕受苦受累 万连长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朱光晓 你哪个学校 沈丽一中 沈妙颖 沈丽女子中学 东方健 沈丽三院一中 你们都听到了 这些学校在全国都是 数字上号的名校 培养你们每一个人容易吗 拿你们跟日本人拼 拼赢拼输我觉得都太可惜了 你们是陕西的未来 仗总有一天要打完 打完仗国家靠啥建设 陕西靠啥发展 不还是得靠你们这些 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 我劝你们一句 你们脱下这事儿去装 回家去吧 别扒了 别扒了 娘不是辣 娘 请您老个事儿 这两天杜朗云 弄到那炸弹的盘 你能保佑她 你能保佑她 那千万别给她玩个 我都想了 谢谢娘 你不吃饭 娘在那边可能钱不够花 我说哪天去给她烧点纸 我肯定给您多烧点 我怕她受不着 给您多烧点 你咋又来了 不是说不来的吗 我没说不来啊 我同意你拆了 但是回去想一想 我陪着你吧 那也行 那也行 经过检测的都在那边呢 这个不安全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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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国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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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下达的训练命令 你是负责训练的主官 你不下命令我怎么删你的 那他们这是干吗呢 好 一 好 他们是自己给自己组织训练 好 他们说万连长不带他们训练 他们就自己训练 万连长不带他们去中条山 他们就自己去中条山 好 好 张国忠 咱们两个都是有良心的职业军人 好 咱们两个都清楚 带着孩子们上中条山意味着什么 好 我明白 好 我明白你想什么 我也不想带孩子们去战场 好 但这是你我说让他们脱军装 他们就能脱了的吗 好 依然如此 我们不如让他们做些针对性训练 等到上个战场的时候还能够缩 好 好 好 如果他们不听劝非要上中条山 那我就不干了 大不了回去继续蹲牢房 好 好 好 带着这帮孩子上战场送死自毁长城的事 好 好 我做不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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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好 好 好 Sup 好 啊 有爆炸了 快跑 快点跑 快跑啊 谁买了 你说啥 我说 你 没事吧 没事 你看你那刮怂样子 战主 ,请出出你的证件 我是万子清 和你们张副官约好了 长官在二楼会合厅 请进 你不带兵训练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将军 我来是想 我听说 你宁可待在牢房里 也不愿意带这个学生团 出城中潮山 我是一名军人 打仗我不怕 死我也不怕 但我不能这么仓促着 带着一群学生兵上战场 学生军怎么了 我知道你的心思 你是怕担上 带这帮学生去送死的骂名 要担这个骂名 首当弃冲的是我孙国军 还轮不到你 我知道这么做 是不负责任 可仗打这个份上 又有什么办法呢 让我带这群学生兵上战场 意味着让他们接受一边倒的屠杀 对这个国家的军人来说 真是耻辱 你看看公娘社这篇报道 老蒋为此给我打了几个电话 说这帮学生军 就是对他十万青年十万军的 极大支持 现在这支队伍 已经是见在弦上不得不发 子晴啊 你是咱陕西娃 你愿意让我把这帮娃 交给别人吗 我明白了 将军 我明白了 你们这是干什么 万连长 听说您要请辞 不带我们来 谁说的 没有的事 正面旗帜是我们全联一百多名战士 一人一针设计制作出来的 连长 大家委托我们 让我们把正面旗帜 亲手交到您的手里 希望您带着我们 把正面旗帜插在中条山上 也让那些日本侵略者 知道我们中国青年是不可期的 起来不愿做努力的人们 把我们的佑家和徒呂 我们一段里 叫我们的佑家 把众互人认为 谁说的 在身边 我们的佑家 我们的佑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吧 炸机场的炸药我都准备好了 可是我还是有点担心 您甭担心 这回 我会多想几瓶 而且这次是跟着三十八军一起干 有马队长他们在 您放心吧 姨娘 走了没些日子 这 这 这要是按照同关的老风俗 收效 咱也得七七四十九天 这要是在古时候 再大的官 家里老人去世 皇上都得准嫁 让他回家 定优守治 二十七个月 可你这才几天 我担心 我担心 担心你娘在那边埋着我们 这个我想啊 我娘要是平平安安地走 我给她收效 可她这么个走法 我一会儿 连根骨头都没剩 我要不把这仇给她报了 我就算给她守十年 她也不按上 好吧 你去吧 我让我父太 会天天烧香 日日祈福 为了你 尽这份孝心 娘 你娃现在 比原来懂事多了 她马上要过河 去打鬼子 给你报仇 可她说她不带我去 那你说 这事游得着她吗 你也要保佑我们大家 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 朋友我湛东哥 不要出什么事 这么快就要走了 特地向您老辞个行 去看过你爹了 从他那儿来 这段时间 一直想来看你 一直没敢 还有你方震东不敢的事 对杜兰云我是认真的 我娘在的时候 我说过 这辈子我非娶得不可 到今天我没见过 这回走 不知道能不能回来 但只要我活着回来 我就会掏心掏肺地对得好 倒是希望您老别拦着 能让我走这一走 哪怕是不成的 不 没有不成的 您别笑 我方震东要干的事 没干不成 得等你活着回来 再说 行 算得不成的 银子 仙人 以为您自己扔 你干啥呢 你说我干啥呢 看不出来 先吃饭 吃完了洗洗身子 教我和你原房 原房 啥房 赶走 我是你媳妇不 这事咱不早就说过了吗 是说过了 可修书呢 修书 我 你把修书拿出来 没有修书 我就是你媳妇 你到底要干啥呀 你说我想干啥 我告诉你 方振东 以前我什么事都让着你 顺着你 宠着你 娘也一样 你就像个没长大的孩子 想干啥干啥 想咋地咋地 这我和娘都认了 可你今天要过河打鬼子 你说你不带着我 你让我一个人咋活 你让我一个人咋办 你看 这天底下的事 不是都由着你来的 一个萝卜两头切 我告诉你 你办不到 啥叫一个萝卜两头切 戳着你心窝子了是吧 恶心谁呢 急了是吧 没有 我今天还就不由着你说了 你说你 家里摆着一个活生生的媳妇 你不娶 你非找人家杜澜云 人跟你也就罢了 可是心里根本就没有你 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你说你这不叫一个萝卜两头切 叫啥 这是我自己的事 你管不着 是管不着啊 我是八抬大叫名正言顺 抬计你们放假门的 抬计你们放假门的 来 我不跟你吵 你赶紧吃饭 吃完了 洗个身子 咱原房 洗不干净啊 你还别想上这个炕 我还嫌你脏呢 原了房 给我留个种 我也算被摆进你们方家的门 留你方振东一个种 也算给我留个念想 就像当年你娘从万家出来一样 今天这个种我要定的 来 再喝一杯吧 你先把酒 你别碰我啊 来 你不喝 你不喝 那我喝 你别闹了 我没跟你闹 你厉害啊 我 你比我娘都厉害 我服了 我怕你 这样 你这么厉害 你就 饶我一回吧 我饶了你 行啊 可是饶辱我呀 我这不明不白的日子我受够了 你不用求我 应该是我求求你 应该是我求求你 你也为我想一想吧 一个女人 不要脸不要皮的哽着你 你就这点要求都不能答应 你还算是个男人吗 我今天把我想说的话都说了 你要是还不答应我 行 我就跟娘去 我就跟娘去 你看着办 师父啊 帮我把这些书也装上啊 来 杜公 咱这些东西还不着往那搬 你家不是在同管 这几本书放到你家里最安全 不管搬到哪儿 这几本书都用得上的 装上吧 那行 小心点啊 洗干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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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了好几遍 来吧 等等 留归留 但有些话得先说清楚 我知道你今天是为啥弄这出 你无非就是为了跟我一块过河 给娘报仇对不对 对不对 你想啊 这趟过去 谁知道那边是啥情况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我能不能活着回来 说啥呢 呸呸呸 呸呸呸 你说 万一你再出点啥事 有个三长两短的 我就是做鬼 我都做不安生 呸呸呸 做什么鬼 不是道理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你老急事啊把话先说清楚啊 你再想想 你说万一 咱今天 把这娃留下来 将来长大了 我万一没了呢 我万一没了呢 这娃得多可怜啊 多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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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哥 来 过来呀 先把话说清楚 你老急事啊 我告诉你 不可怜 你不在了吗 我再给他找个打呀 全天下男人多得去了 我还怕他没打 你放心 我会把他养得白白胖胖的 到时候呢也对得起你在天之灵 我再怎么天之灵我还活着呢 你说要是咱这样 我跟你保证 我肯定活着回来 咱这仇 咱就先报了 我肯定要跟你保证活着回来 活着回来 咱再说这娃的事 方震东 行不行 方震东在家吗 在在在 二刀 来了啊 咱